大家好,歡迎收看中國焦點新聞 人民銀行中國央行8日宣佈 今年依法向中央財政上繳結餘利潤超過1萬億元 主要是用於留底退稅和增加對地方的轉移支付 支持是助企紓困、穩就業保民生 消息一出引發了內地網友的熱議 回到就問了,央行也會有利潤嗎? 央行上繳利潤算不算是財政投資? 央行說結權利潤主要是來自過去幾年外匯儲備的投資收益 不會增加稅收或經濟主體負擔,也不是財政赤字 財政部有關負責人8日也說 安排特定的國有金融機構和專營機構上繳利潤是中國的慣例做法 也是統籌財政資源、跨年度調節資金的重要手段 其中包括了中國的煙草總公司、中投公司等 央行也是上繳單位之一 中文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管濤也指出 中央銀行利潤上繳財政也是世界主要經濟體的通行做法 美聯儲法案、日本銀行法、英格蘭銀行法也有類似規定 根據規定,美國聯儲局、日本銀行、英格蘭央行也要上繳利潤 中國銀行業協會首席經濟學家巴柱松說受到疫情衝擊 全球主要經濟體去年的槓桿率基本上大幅上升 最典型的是歐美國家通過大規模的印鈔來刺激經濟 槓桿率持續上升,中國銀行業積極落實中央部署 積極地去槓桿化,中國的槓桿率在國際槓桿率上升的環境下 還有差不多接近10個百分點的回落 這種去槓桿有效地降低了整個中國金融體系的風險 亦為下一步更好地支援新發展格局提供更大的回旋餘地 看看中國首次使用國產衛星,測得全球重力長的數據 近日全國人大和政協在北京開會 不少人大代表都是業界的精英 記者難得有機會採訪他們了解各行各業的最新發展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科學院院士 中國自主空間引力波探測天琴計劃首席科學家羅進 在接受記者採訪的時候就介紹 中山大學天琴一號衛星近期已經獲得全球重力長數據 這是中國首次使用國產自主的衛星 監測到全球的重力長數據 這項技術早前一直都是美國和德國所壟斷 天琴一號使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三個有能力自主探測全球重力長的國家 羅進說天琴一號衛星本來就不是專門的重力衛星 它的目的就是進行空間引力波探測關鍵技術的驗證 但是因為天琴計劃需要多個領域的技術集成突破才能夠完成 所以同步就是實現了諸多前沿領域的科技突破 地球重力長探測就是其中之一 根據羅進介紹2020年8月7日 天琴一號就開展了大約30小時的地球重力長應用試驗 在這段期間天琴一號衛星的關鍵載學 全球導航衛星系統GNSS接收機 以及關星傳感器同時開機 衛星飛行軌跡就是基本實現了全球覆蓋 對於獲得的數據中山大學和華中科技大學天琴計劃的團隊 就是反覆分析數據並且論證計算 獲得了全球15階地球重力長的模型 全球重力異常分佈的網格圖 全球大地水準面高分配的網格圖 並且在近期形成了全球重力長數據科學報告 完成了載軌測試的總結評估 羅進就說天琴一號這次的重力長測試的精準度不算高 但這個結果更大意義在於走通了 利用低軌衛星反映全球重力長的數據處理傳流程的技術 為中國後續的重力衛星計劃奠定了堅實的技術基礎 中國科學院院士孫和平也說 這是說明了天琴一號衛星不僅在原定的技術試驗方面的任務全部完成 而且是超出了預期的 從事件上來看 這是中國第一次自主測全球重力長 也意味著天琴一號實際上 就是中國第一伙有重力長測量功能的衛星 地球重力長數據對於國際民生具有重大戰略意義 能夠服務於大地測量、地球物理、遊戲資源陷探、國防安全等領域 也有助於應對全球氣候變化、防災減災等人類共同面臨的挑戰 具有戰略價值的基礎數據 接著看看在兩會當中 在開啟兩會期間 近日有人大代表建議 將高中生晚上10點就寢寫入未成年人保護法的話題 成為熱話 山東省全國人大代表許富華在小組會發言指出 很多高中生尤其是重點高中 學生的晚間自閘下課的時間是由晚上9點半 逐漸新移到10點半 到高考衝刺期間甚至到晚上11點 而第二天早上5點至5點20分就要起床早讀 5、6個小時的睡眠時間很難保證到 而5歲就只能在課室的桌面上趴著睡半個小時 課外活動、體育鍛鍊更加奢侈品 許富華建議將高中生晚上10點就寢寫入未成年人保護法 就寢不代表一定睡覺或睡著 學生不能像機械人一樣 一拔了電掣後就入睡 他認為高質量睡眠要8個小時 每天保證1個小時的戶外活動和體育鍛鍊 這就是睡眠管理工作通知中的要求 為了確保這一點可以真正落實 建議寫入未成年人保護法 或者以其他法律形式把它固定下來 設實保障好孩子們的健康平安 對此引發了網友熱話 有不少網友回憶起自己的高中生活 說完全贊成 因為高中那幾年真是很累很睏 而不少網友表示希望如此 要多多關愛孩子 也有網友說除了睡眠時間 還要為孩子的週末 希望高中生都可以擁有快樂的週末 然後看破爛回收再新生 許昌一地的減破爛業務一年賺了800億 回收行業以前叫做收買爛和爛鐵的收買佬 在內地回收業叫做減破爛 位於河南省許昌市的大洲鎮 在改革開放初期 當地已經幾乎家家戶戶都在收破爛 許昌古稱是許昌位於河南省的中部 是中原經濟區核心城市之一 廢舊金屬在很多人的眼中都是廢品 但對許昌大洲鎮來說就是城市的擴散 經過40年的發展 收破爛已經有了一個更加專業的名詞 叫做廢舊金屬回收業務 不要少這個業務 如今許昌大洲鎮 有4萬多人從事相關的業務 擁有不鏽鋼、再生女、再生童、再生美 四個產業集群 各類的經濟實體有1,000多間 每年主要營業營收收入有800多億人民幣 正邁向千億大關 最後看看中國人可能在7,000年前就開始養鵝 根據一個國際團隊對保存完好的鵝骨研究 鵝可能早在7,000年前就在中國被淳化了 這可能使得我成為第一種被淳化的鳥類 相關的研究結果就在美國國家科學院的學院刊上發表 日本北海道大學博物館的研究人員說 這個發現擴展了鵝醇養的歷史 也可能擴展了整個家禽醇養的歷史 考古團隊就在中國的東部 一個名為田螺山的考古為止 發現了232塊的鵝骨 這是一個7,000年前至5,500年前的石器時代的村落 那裡的村民基本上是授獵採集者 也有種植水道 研究人員說有多種證據表明 其中一些鵝被淳化了 其中四塊骨頭屬於不夠16周大的幼鵝 研究人員說意味著它一定在田螺山枯化 因為它們太少了 不可能是從其他地方飛過來的 如今這個地區也沒有野鵝繁殖 7,000年前也不太可能有野鵝繁殖 一些成年的鵝似乎是在當地培訓的 這是基於骨頭化學組成 反映了鵝飲用的水得出來的結論 這些本地繁殖的鵝大小大致相同 表明了它們是圈養繁殖的 研究人員對這些骨頭進行了碳年代的測定 發現當地圈養的鵝大約生活在7,000年前 綜合來看這些發現都表明了 這些鵝是處於純化的早期階段 發覺陶勞茲人類生物學和基因學中心的研究人員說 這是他們的理解 加禽和純化歷史中一個重要的研究 研究團隊說如果我在7,000年前被純化 那它將會成為第一種被純化的鳥類 另一種候選的動物就是雞 但是它最初的純化發生在什麼時間 什麼地點一直存在爭議 雞很可能由生活在亞洲南部 一種名叫紅原雞的野生料類純化而來 2014年發表的一項研究報告 根據骨頭上的DNA 雞早在一萬年前就在中國的北方被純化 但是也有研究人員認為 關於家養雞的證據確鑿應該是出現在五千年前左右 鳥類的純化還有待研究 但是隨著更多證據出現 這個故事可能還會改變 但是無論如何 今次的發現 對於了解人類文明的進化是一個突破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